本年冠军府用重近一年的时间 举客人和国营销发展目标 SDGs 品质教育以及伴补与地 并且日本的环境教育教材 内容包括关来地名的日式经典 譬如药卫建国贯村 靠后新郎市地点点 并且加热在地多万化的往所 期待学生地进行外途后 可以进到来实施婚姻 当时也不用大家的环境以及品质教育的关联 丁世国学学生与达水国 凤世来介绍到这本环境教育的菜 阿宝的《大脚丫游记》 来明来中结合到联合国众所发展目标 SDGs 品质教育以及伴补与地 丁世出生活当中的伴补观念 本来地名的日式经典丁顶豐富来用 这本书不只是在日常生活当中 你都可以随时透过很多的这些体验 来了解这个环保议题要怎么做 如何能够生根 同时也就这本书当中 我们可以周游我们云林县 透过我们很多的这些景点 包括我们的云林溪 还有我们的成龙湿地 包括我们建国一村 包括我们现在刚创立的 这个生活武术园区 本来看环保教标是在过期的 有处别的地位 帮助孩子可以轻松来做外套 那我们这次我们思考过 我们整个环境教育的过程 我们发现说这些教材 都相对艰深 或者是都是一些法律面 一些刻板的一个项目 所以我们这次特别跟我们 品德教育中心这边合作 我们希望说可以出版一本 让小学生 中学生或者家庭 可以来阅读的一个书籍 小孩子都喜欢看漫画嘛 所以它里面的那个插图的方式 都让这本书增加了生动 活泼有趣的一个内容 那我们会发行到学校 还有这个图书馆 汇本馆之类的 甚至那个故事馆 主要还是环保嘛 环保来讲到我们就是 以电子 电子书 电子书的方式 来做一个相关的推广 变治团队集业的林溪燕 表示这本环境有有有有知 加不得平地有有 起来变成一期 永续化电灯途行二帝 同时来提供本来的地面经典 并且也能教导 寇本来的经典来做照顾 我们云林县在推动 環境教育重要的一个资产 那最重要的它是 云林县我们国中小教师 他的教学生活的一个累积 那重点就是说 我们环境教育要永续 一定要跟品德教育结合在一起 那我们的环境教育的推动 就各长各久 为党核心可以来理解 修好环境重要性 云林县昆布局 特別出版到日本环境 高有高在 未来昆布局 也将继续修集会议意见 修正条件文本 并果在出版第二半 期待能处设计划 对保佑核心 環境庸修观念 既再更衣 采访报导 好 好